中华民族传承和追求的是和平和睦和谐理念 我们过去没有 今后也不会侵略欺负他人 不会称王称霸 一国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另一国必然失败 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成长和进步 我们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 包容而不排他 构建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扩大利益会合点 画出最大同心缘 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 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 近期国际形势的发展再次证明 外部军事干涉和所谓的民主改造 一害无穷 我们要大力弘扬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但我们会全力以赴 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 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一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 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的期盼 更加殷切 对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 对合作共赢的追求更加坚定 习近平强调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肆虐 人类社会已被深刻改变 世界进入新的新的 在外面未有的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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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制 这个新的新衣的新的新的新衣服 我们就不可能承论 出 你下次见 这次的新的新衣服 这次的新衣服 在新衣服 这次要新衣服